歡迎來到齊凱的新聞現場 阿扁已經不一樣 不是那個病奄奄 沒有人幫他講話的陳水扁了 這麼多人去看他 包括蔡英文都去了 剛剛最新的發展 本來說已經不上書的陳水扁 提出一個抗告書了 不只要求高院要放他 他特別要求什麼 高院自為裁定 就是蔡守信這一關 我不要求啦 你們幫我裁定 直接放我出來 所以大家又看到陳水扁 真正的陳水扁的螢幕 前面不是說我 證人也不要傳啦 你法官也不要再判啦 就馬上判我無期徒刑好了 我去關了就好了 當時我就在講 他根本就是氣化 回來以後 回來以後再想一想 還有新的一步 自為裁定 沒有錯啊 他可以要求自為裁定嗎 當初周戰村 兩度放了陳水扁以後 然後特政組不是有提出 自為裁定的要求嗎 也是這樣的自為裁定 對不對 但是在實務上 這些 自為裁定可不可以 是可以 但是實務上 很少人這樣做 非常非常少 因為為什麼 法律界裡面 他有他的生態嘛 他的生態就是這個樣子 而且他們邏輯 也是這個樣子 說我要尊重 你帝宴的裁定 所以說把這些責任 又堆給帝宴了 那個胡大哥 顯然阿扁又不一樣了對不對 阿扁本來是已經放棄了 今天突然最新發展 又來一個抗高書 而且胡大哥裡面清楚講 要求高院智慧裁定 放了他 之前撐得住嗎 這是跟最近民進黨的動作 當然是有很大的陳水扁的鼓舞作用 其他的方法過去是一致 比如四憲 現在也還在大法官那裡 所以今天的再度提出抗高 當然是他的權力 但是他看出整個形勢 如果比起幾個月前 是完全不一樣 這形勢不一樣了 黨這一次是介入的 用行動來證明 今天蔡英文主席到北索去 過去沒有了狀況 換句話說 遇外的形勢不一樣 會讓陳水扁 他今天這種標題說的 法官教訓卸任元首 他過去也未必凸顯這一點 我們想要抗高 來來來 今天有專家 因為這個抗高 上次也是一樣 陳水扁說 我不抗高 然後律師幫他抗高 不行 抗高一定要陳水扁要簽名 他要同意才能抗高 他要自己打自己嘴巴一次 但是假如是上訴 陳水扁不上訴 吳淑貞可以幫他上訴 要吳淑貞的名義幫他上訴 這只可以 所以陳水扁說 不抗高不上訴 都是騙人的 然後這次抗高會有什麼結果呢 不會啦 兩個結果 高院不可能自圍裁定 因為你是押人的裁定 高院不可能把你帝顏押的人提到高院 然後我自己裁定說把你放走 不可能 這種性質的話 他對陳水扁有利 就是說發回 把這個原來裁定 撤腰 發回給蔡守信 重新裁定 那蔡守信為什麼裁 幫忙還是裁壓嘛 這個一個是狀況 第二個狀況就是你這個抗告呢 高院根本認為你沒有理由 駁回 所以陳水扁這個抗告是 抗告假的 怎麼都輸 高院不可能自圍裁定 第二個高院把你駁掉 你陳水扁輸掉了 高院把你發回給蔡守信 表面上看你是贏了 但是蔡守信還是裁定你 再演一樣 結果一樣 所以裡面有兩個很大的發展 一個是阿扁已經能量是不一樣 因為今天有人去看了他 這是一個 第二個他突然來一下 他裡面清楚講啊 是要求高院自圍裁定 雖然很少 可是以前的要求過啊 以前要求過不成功 以後要求過會不會成功 剛才翼龍兄講的時候 大體上也不會成功嘛 不過我想說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 陳水扁在看守所裡面 都能夠造成一個形式 讓原先很多不願意去看他的 政要都可以去看他 雖然我們沈大佬講說 這個蔡英文不下車不講話 代表一種心中有是非 我的看法稍微不同 我認為蔡英文是 心中有盤算 行動無是非 他用行動來推翻他 很多是非的標準 這才是關鍵所在 證明說陳水扁能夠造出 這樣的形式 是有相當大的能量 所以他的能量是持續在升高 而不是空前的最低點 這我跟沈大佬看法不同的地方 回過頭來講 他抗告書裡面 已經開始打硬仗了嘛 他指控蔡守信什麼 是要報復教訓什麼 卸任元首 他認為說他現在不是一個犯罪嫌疑人 他現在是一個卸任元首的身份 在跟你何一廷對抗 那好啦 很多認可他是個卸任元首 應該受到更高標準的 所謂的司法人權 他們心目中的司法人權 放了阿扁就是有司法有人權 沒有放阿扁就是司法沒有人權 對這個永扁的群眾 或者民進黨目前的氣勢來講 這是他們所謂的共識 他們的共識 那這種共識形成的話 蔡守信不過就是法院一面搶 什麼時候會被推倒都不知道 今天除了抗告書 沈醫師他今天也地狀 他直接講什麼 地狀裡面 文中裡面不再用審判長跟法官做字眼 改稱審判長蔡守信叫什麼 先生法官徐先生他稱為小姐 他裡面抗告書 直接批評什麼 蔡守信在開庭的時候 看見扁的身體極度不適合的時候 還說什麼 面露嘲笑的神聖 他等於跟蔡守信就正面交鋒了 不是阿扁是非常沒有禮貌 非常分寸拿捏的 非常不妥當 雖然他是個卸任總統 也不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他是跟蔡守信 是已經死心被殘疑翻臉了 因為他想在蔡守信手中 他一點希望都沒有 不過我是同意 預期剛才講的 阿扁那個什麼 這個也不 那個也不 一大堆不 三不 四不 那是企劃 因為那個企劃裡頭充滿矛盾 他裡頭有一講說 判我無期徒刑 我不上訴 那將來呢 將來不會無期徒刑 將來恐怕 打開一下 無期徒刑 也會自動上訴 資權上訴 這個資權上訴我們擺在一邊 就算你一時法學常識不好 說無期徒刑 我接受不上訴 那我你 將來最有可能是30年有期徒刑 那30年有期徒刑 你要不要上訴 我保證他上訴 那不是矛盾嗎 但是你們剛才有一點混淆 阿扁的放棄 是就蔡索遜一省二省這個 他放棄 他現在嘴唸說我放棄 但是他今天抗告的是雞啊 阿扁目前的戰線是雞啊 他跟阿扁他不管了 你知道嗎 我要快出來 他為什麼說自圍裁定 因為他就怕蔡索遜嘛 這個有沒有希望 阿扁的眼中當然說高院裡頭 也許有我們裡面手講的暗樁嘛 你早就暗樁 這個希望他心目中 認為不是完全沒有 但是我覺得是沒有啦 沈醫師提醒這對呀 他在等他還等機會 剛好上去剛好有暗樁 高院就把他拆了啦 有暗樁也不敢這樣拆 我覺得他現在 是採取一個多管旗下的策略 他現在整個從今天開始 他的情勢是完全不一樣 你看他今天有這個司法的一個動作 然後他還有一個大法官的視線 這個最近也會出來 然後大家更要注意的就是說 他透過民進黨的立法院黨團 給行政部門施的壓力 大家是不是還記得說前幾天 有一天柯建民 他就把王清風找到他的辦公室來 然後就快20個立委 綠營的立委就坐在那裡 大家曉得說民進黨總共立委只有27個 他找了快20個 然後所有人圍著王清風問 問說那你為什麼不把陳維扁 借護就醫 因為那個時候他身體很不舒服 還沒有送進醫院 然後壓著他 然後為什麼這樣 然後你看喔 那一天結束之後 陳維扁真的就被 馬上被借護就醫了 而且他們的訴求是說 你把他送醫院的時候 你不能給他戴那個手銬 也真的沒戴囉 所以大家要發 大家要去密切注意這個事情的一個發展 說您提醒了大家很好啊 光潛顯然阿扁 很多力量現在都要支撐他啦 今天阿扁也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他敢這樣子你看 對蔡索信 對徐千惠 直接稱小姐稱先生啊 還說什麼你在庭上 還什麼嘲笑的 這個我要打斷一下 大家不要焦慮 不要焦慮 因為 你不要講大家 除我以外 除我以外大家不要焦慮 因為王清峰法務部長 他管得到監索 但是呢 他管不到檢察官 檢察官上不上訴 起訴不起訴 他管不到 第二個 現在陳維扁是在審判 法務部長更管不到法官 所以喔 蔡索信以後怎麼裁啊怎麼判 王清峰一點關係都沒有 大家喔 不要說好像 他王清峰到立法委員長他去 他會去 禮貌說會去嘛 但是他敢跟蔡索信講 任何事情嗎 他不敢了 那陳水扁 今天這個陳爆狀 叫蔡索信先生啊 叫徐千惠什麼小姐 陳水扁啊 你乾脆不需要這樣子 大膽子大一點嘛 反正你就放棄了 在法庭上罵他 罵蔡索信 你就大膽一點啊 反正你已經被壓了嘛 你罵了什麼樣 蔡索信敢說 把你趕走嗎 不敢啊 還是把你還了 對啊嘛 有什麼了不起 反正沒什麼 你是要鬧 鬧大一點 好 我們開放國營 觀眾朋友你怎麼看 阿扁已經直接了 連審判長法官都不稱呼啦 先生小姐就硬碰硬了 更重要的 傍晚他提出新的抗告 要求高燕要放了他 該放嗎 有可能放嗎 聽你聲音 我們要回來